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今年以来,外媒相关报道的绝大部分篇幅被中美之间从经贸到疫情的各种纷争占据了。 总体来看,骂得多赞得少。 但是最近几天,情况似乎悄悄变化,多家境外主流媒体比较,中国的形象、地位、重要性都得到了与此前大不一样的呈现。 中国买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中国是避免全球经济衰退的最后希望。 中国正在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最近一段时间,以往很少关注中国正面新闻的西方媒体,罕见地达成了异乡共识,与中国经济脱钩可谓难胜加难。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际,这些西方媒体悄悄改变口风的背景时,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 4月贸易额环比增长超40%,对此,华尔街日报坦言,与中国恢复的关系带来了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尽管面临新冠危机以及中国摩擦不断升级的压力,美企仍继续寄望于中国市场的增长,超过八成的美企不同意撤离。 而澳大利亚的龙虾产业,日本的马桶制造商,德国的照明设备企业也纷纷透露,没有其他市场可以取代中国,对中国市场依赖越来越高。 5月6日,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张小平透露,没有其他市场可以取代中国,对中国市场依赖越来越高。 5月6日,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张小平透露,今年3月中下旬至4月中旬,中企共采购110多万吨的美国大豆。 这些采购无疑是会推动中国第一阶段的协议的执行,也会帮助中国保证大豆供应安全。 华尔街日报认为,可以肯定的是与中国恢复关系带来的经济。 美中贸易会长柯爱伦表示,中国有可能成为2020年或2021年前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我们当然希望美国公司能从中受益。 耐人行为的是,在新冠大流行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连一向带有色眼镜报道中国话题的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承认与中国经济脱钩的代价高昂。 6月11日,CNBC在题为美国施加或将加速大中华市区的增长的报道中指出, 美国施加中概股从美国退市将加速中国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增长,因为投资者仍热衷于在中国市场寻找机会,不让投资者投资增长迅速的公司是一个严重错误的。 将对美国金融市场产生生远影响,CNBC在报道中提出,经过多年的观察后,全球主要股票及债券指数编制公司纷纷对A股进行扩容, 并自动将部分中国股票纳入到投资基金中,为追求长期增长机会。基金经理正将目光投向中国股市。 6月14日,《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题为《中国是美国暗淡贸易前景》中的亮点的文章中写道, 在新冠大流行、限制全球贸易之际,中国重新取得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对美国农民和其他出口商而言是少有的亮点。 报道中指出,中美贸易额4月份增加至397亿美元,环比增长43%, 再次超过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额。 不过,该数据仍远低于中美两国2018年10月创下的614亿美元的月度贸易额的历史记录。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分析指出, 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走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相对稳定, 是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重要原因。 此外,加拿大墨西哥经济在疫情中受损严重,对美贸易受到冲击, 客观上也助推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报道援引世界银行预测指出,受疫情冲击, 今年全球经济将下滑5.2%, 其中美国经济将萎缩6.1%,欧元区将收缩7.5%, 当中国经济有望实现1%的增长,是唯一可能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与此同时,4月份,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扩大90亿美元至260亿美元, 其中对华出口增加21亿美元至93亿美元, 从中国进口增加110亿美元至352亿美元, 中国已经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买家。 华尔街日报坦言, 报道同时提到,近几个月来, 中国将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作物的购买量提高到比贸易摩擦前更高的水平。 在截至6月4日的五周内, 中国购买了美国大豆总销量的三分之二左右。 6月14日,德国之声在题为《美企来了要留下》的文章中指出, 尽管面临新冠危机以及中美矛盾不断升级的压力, 大部分美企胜然继续留在华投资, 如果不这么做,美国经济竞争力就会受损。 报道指出,贸易战、新冠疫情、特朗普彻底切断美中关系的威胁, 迄今都无法阻止美企继续寄希望于中国市场的增长。 驻华美的商会问卷调查显示, 超过80%的受访美国企业不愿意撤离中国市场。 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认为, 疫情过后,中国人的购买力并没有收敛太多, 今年5月的消费额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 而这让美国企业感到幸运。 在疫情期间,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林、美孚以及沃尔玛都宣布, 将扩大中国市场业务, 快餐品牌也在5月中旬开设了首家中国实体店, 还有1500家实体店正在筹划中。 沃尔玛则计划在今年5-7年的新增500家中国连锁店, 在现有基础上翻番。 中华美国商会主席毕安伦认为, 在取得了疫情防控的战略性的成就后, 中国正在引领全球的经济复苏, 这正是许多企业愿意继续在中国经营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洋彼岸, 美国民众也依旧热衷于购买中国制造。 报道指出,如果苹果手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产, 2000美元的售价恐怕只有极少数人支付得起, 而美媒纽约时报,虽然在报道中扔指责, 中国早期疫情处置不当,破坏了全球经济, 但其他也坦诚, 中国的经济实力是避免全球持续衰退的最后希望。 在这篇6月15日刊发的题为 《世界与北京脱钩不意》中的报道中, 纽约时报以澳大利亚的龙虾产业, 日本的马桶制造商, 德国的照明设备企业为例, 讨论了世界经济与中国市场的紧密联系。 报道指出,从2000年前后开始, 中国开始给澳大利亚龙虾爆出更高的价格, 并加大采购量, 这让澳大利亚龙虾产业对于中国市场近乎完全的依赖。 疫情发生后,中国停止了龙虾的进口, 部分出售新鲜肉类、蔬菜和海鲜的生鲜市场被关闭, 这导致澳大利亚西海岸234艘龙虾船停止了捕狼, 超过2000人失业。 此后,澳大利亚的龙虾加工商试图快速实现市场多元化, 给曾经合作过的每个国家的买家打电话, 尝试恢复几十年前的老关系, 但结果并不如人意。 现在正为重新回中国的市场进行补贴。 而德国证明设备企业欧斯朗斯安声称, 对中国期望的降低, 但其首席执行官奥拉夫·伯利恩也坦言, 没有其他市场可以取代中国作为世界增长引擎的地位。 信度有潜力, 但那里的市场太乱, 油价暴跌让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中欧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富有。 他无奈地表示, 日本最大的马桶制造商东桃则认为, 其对中国的市场的依赖随着中国的崛起也越来越大。 东桃海外的销售额的一半来自中国, 该公司在中国有期加工厂。 高盛股票策略师凯松锦分析指出, 在经济面临巨大的压力的时候, 即便是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也感到他们需要中国经济来维持繁荣。 海关总署6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东盟依旧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欧盟、美国分裂第二、第三位。 具体数据方面,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1.7万亿元, 增长4.2%。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7%, 与欧盟贸易总值为1.6亿万亿元, 中美贸易总值为1.29万亿元。 事实上,从2019年上半年开始, 美国已经被东盟超越, 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降为第三大贸易伙伴。 在去年10月的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就此表示, 不论第二或者第三, 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事实没有改变。 去年以来, 中美经贸合作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主要是由美方挑起以及升级贸易摩擦, 从而造成双边贸易数字的下滑。 这充分说明贸易战没有赢家。 今年3月7日,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 前两个月,我国以东盟货物贸易总值5941亿元, 同比增长2%,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 东盟由此超过欧盟, 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不容易,相当不容易, 尤其是全球贸易下滑, 中国和东盟贸易还在增长。 第一,说明了中国和东盟的控制疫情的能力, 虽然仍有严禁挑战, 但相较世界其他地区, 成绩勿庸置疑。 第二,说明了中国和东盟经济的活力, 虽然全世界停工停产, 但这些国家迅速复工复产。 第三,更说明了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密切联系, 经济全球化, 反正在整个产业链上, 中国和东盟越来越成为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如果眼光再放大一点, 在中国前四大贸易伙伴中, 中日贸易也几乎未受冲击, 前五个月只微降了0.3%, 也就是说整个亚洲成就斐然, 正越来越融合成一个经济整体。 今年,不出意外的话, 中日韩的东盟将启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RCEP, 打造世界上人口最多, 结构最多元, 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 这将是历史性的, 将重塑亚洲乃至世界贸易格局。